年年太陽計劃的主題曲都話題多多 今年的主題曲《橙色暑假》 就由側田作曲和監製 而且還要得被文女友楊千華和他合照 電台方面為了答謝側田 除了特別頒發感謝狀之外 還特地和現在身處在上海拍戲的 千華月亮連線 讓他們可以隔空談心 而主持人李梓江還大爆這次找側田幫手 其實都是因為千華極力推薦 所以在場的周國鋒就鬼馬地取笑側田了 其實在議會裡面談了 不如今年我們邀請側田去幫助作曲 然後再想的時候 究竟找哪些人去唱這首歌曲 於是想到構思找側田和千華 這樣想竟然他們又傳這個悲聞 不是悲聞來的 是真的 沒有關係 因為國鋒跟我們很好 也是朋友 在電話連線中 千華首次聽到他和側田的友情結晶品 他表示相當滿意 而且還大讚和側田合唱非常合適 我覺得你跟側田合相一樣方便 因為他的範圈 他無緣無故去救別人的Key 比較容易一點 對啊 但是我之前已經在歐洲 有一個音樂特別的時候 跟千華合唱過 但是當時我覺得我們的心應也很合適 很合適 所以這一次合唱我很開心 因為我跟他真的很瘋狂地在Studio 就是Live Take 在跳舞唱 Live 我們用Handhill唱 千華預計要在八月才完成上海工作 所以不知道到時是否可以趕得及 回來和側田練歌 而側田就不擔心 還說最多自己練習一下 金色體諒緋聞女友 難怪千華都在電話裏 為側田大派定心園 說自己在上海拍戲 絕不艷遇地說 沒空練歌 那練舞都不行 他們在太陽計劃活動上要跳舞 但你剛才電話 你剛才在台舞 會否想到一些舞步開始 不需要 我自己有自然的舞步 因為這是很Latin的歌 所以我很喜歡Salsa 就是摟我的屁股就可以 而早前側田首次調威 有拍廣告 有報導說他拍完之後 重要部位隱隱作痛 他說現在還有少少雨 但就無損他看世界杯的心情 因為我現在拍電影 所以很多要六點起來 所以我看完三點鐘那一場 就不能睡覺了 但是看了很多 但是現在我很喜歡 西班牙還有阿根廷 阿根廷